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4号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几年在菲律宾这边 特别像我们这种小城 街边上开了很多的那种奶茶店和咖啡店 门面都不是很大 大一点五六张桌子 小一点可能连桌子都没有 就是你过来点完以后拿着就走了 街边喝去那种的 所以这个价格站打的也是非常的狠 甚至现在就是有一种咖啡店 都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这个39批一杯的咖啡 然后还有一个新名的 新口味的名 就是别称叫做spanish latte 其实就是连甜牛奶配咖啡 反正我尝起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就真的满大街都是 除了这种价格站之外 他们这些咖啡厅或者说这种的奶茶店 还一直在打什么呢 打这个活动站 对吧 就是促销活动 比如说满赠 对吧 你在这消费够10杯18杯 赠一杯或者赠一个礼物 要不然就是买一赠一 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有朋友就会问了 那像这么大力度的价格站 或者这个打赠品 那会不会对像星巴克跟Boss咖啡 这样的连锁品牌的有影响 其实这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定位 后来我发现 基本上是伴着那些中低收入人群 而且又想喝一种这种品牌咖啡 不是速农的 对吧 这种品牌咖啡 鲜榨咖啡 这样有这样市场需求的人群去的 所以我看整个市场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有些店活得还挺好 那天我就正好路过一个奶茶店 路过一个奶茶店 我一看他外边一拉宝的广告上 就写着这个牛股奶昔 芒果奶昔 还有这个草莓奶昔 反正三种口味吧 买一赠一 我一看牛股果西 我就回想起来 五六年前当时在菲律宾 有一个品牌叫曼高利亚 他们家是有牛股口味冰淇淋的 牛股果口味的冰淇淋 非常的好吃 我那时候经常会买 这些口味冰淇淋吃 但是后来这个就没有了 没有呢 虽然也有牛股味的冰淇淋 其他品牌的 但真的不是他们家的好吃 当然我看到他一拉宝上的广告 我真的就看进去了 除了这个牛股奶昔之外 上面还靠着一个大大的一个 牛股果的冰淇淋球 关键的是买一赠一 我当时看完以后就非常心动 我就想好了 今天买一个这个 对吧 然后不是还有一杯赠品吗 那个赠品呢 我就放在冰箱里头 第二天喝 然后我就进去了 因为这个一杯一百酒 我改二百 就改店员 我说我要点这个 买一赠一的这个产品 结果呀 让我非常的吃惊 对吧 目瞪狗呆 真的 我就真的是目瞪狗呆的一个状态 店员跟我说什么 说事儿 说您的partner呢 就是您的伙伴呢 我说我没有伙伴啊 我就一个人呀 我要买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产品 对吧 买这个饮料啊 结果这负地宾的这个店员怎么跟我说 说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个产品啊 就购买有一个规定 就是您买买一赠一的这个产品啊 您一定是两个人来的 对吧 这样呢 哎 一杯是您买的 一杯是您带来那个货赠的 您要是一个人买这个 两杯我们是不卖的 您只能买单杯 而且单杯那一杯也是一百酒 我说这他妈的 有这个规矩 我真的我真的 哎 就就我 我真是目瞪狗呆 我说没想到 还有这种活动 对吧 我赶紧退出去 仔细看一下 他那个外边挂的一大宝 上面没说这规则呀 对吧 你看他说这规则了 我肯定也就 真的就不进去了 然后呢 我就咽啪这我气 我就进去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上面外边没写这规则 对吧 我说要么这样 那个你再问问你们的经理 或者问你们的什么 这个负责人 呃 这规则是不是 你你理解错了 你自己没没没 你理解错了 就他说 四伯父对不起啊 我就是这个店的店长 我就是老板 对吧 我就是店员 这规则就是我定的 哎 我可能没写上 但是规则就是这么定的 啊 我听这个那怎么办呀 对吧 我那我说那没有人怎么办 他说没有人 那您真的是不能货赠的 要不然您就叫您朋友来 对吧 您只要把朋友叫来 你就能货赠 我听这个 咚 我这血压就生下来了 他妈呢 能吃这亏吗 对吧 你赶紧给朋友发信息 发个定位 赶紧过来 我说这边啊 我免费请你喝这个 牛果奶昔 我这朋友呢 果然 就好 我一会就来 来过来十一分钟吧 骑着摩托车就来了 我一看 除了他 还有他女朋友来了 我就把这规则呀 跟他讲一下 我说这不行啊 我说咱仨去 对吧 这还是有一杯吃亏啊 对吧 还是有一杯没赚到啊 你再想想办法 朋友说 那我胖哥在这 我也就跟你也好啊 别人我也叫不来呀 我说那你让你女朋友叫人呗 我说菲律宾人 摇人还不好摇啊 结果呢 就让他这个女朋友摇人 哎果真呢 他这个菲律宾女朋友 就把人摇过来了 摇过来以后呢 我以为这事啊 就搞定了 结果他妈的那个 他那菲律宾女朋友啊 哎 突然看见 这个牛果买一增一 芒果买一增一 草莓买一增一 这三口味啊 就说了 说那我不想喝牛果 不爱喝牛果 我想喝草莓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人店长 说能不能就是说 我们我们对吧 就是下两个单 你给三杯牛果 一杯草莓 老板说不可能啊 你买什么口味 就挣什么口味 我擦 哎不行了 怎么办啊 都来四个人了 我擦 这这这怎么办 继续摇呗 最后一共八个人来了 对吧 点了三份的牛果 一份的这个草莓 这事才聊了 这他妈本来呢 就是想买一增一啊 回家自己啊 一人独享两杯 做没想到 改他妈团购 来八个人 弄八杯 花四份的钱 哎呀不明白 这菲律宾人做活动 什么奇特呢 对吧 就是你买一增一的活动 我还得 必须带自己的partner 真是有点意思啊 关键呢 你你你后来被叫了 你白喝的人 你都白喝了 就别挑了 对吧 你看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你就别挑了 还挑 还坚持原则 这真是他妈有点意思 得了 跟大家今天分享到这吧 没让我们再继续扯淡 飞机门的事